中共两会正在召开,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备受各界关注,与此同时,外界盛传将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更是吸引镜头。有专家认为,参加两会的王岐山话语不多,显然是大赢家。他的实权地位可能仅次于习近平。 美国之音3月9日报道说,中共人大,正习两会正在北京召开。这次两会因中共建议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吸引了比过往更多的眼球。不少中外媒体注意到,出席人大会议的王岐山与现任政治局七常委平起平坐,被誉为第八常委或王者归来。 报道引述政论作家陈破空的观点认为,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同时,也废除了国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这对极可能出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来说,犹如搭了顺风车,渔翁得利。陈破空说,王岐山在两会上的作次显示,他的地位介于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之间,其实权地位可能仅次于习近平。王岐山在这次两会上话语不多,却面带微笑,显然是权力斗争的大赢家。 3月4日的人大预备会议上,王岐山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同时与六名政治局常委同坐一排,而王岐山的现身排序,也是紧跟在六常委之后。 而5日人大会议开幕市场,王岐山又紧随现任七常委之后一起入场。王岐山的出现成为人大会议的焦点,他的举手投足都会引来摄影记者的一片快门声。 外媒描述,王岐山在两会上几乎不说话,却是吸引镜头,人人关注的人物,而且称王岐山优灾优灾,人们一度以为他退休了,结果人家王者归来。 美国之音引述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说,习近平修宪王岐山获益,说明两人将主导中国的政经发展。 而王岐山回归,应该是早已经规划好的,而且具有共识。他说,王岐山的确性格幽默能力不凡,见过他的人,都感觉他能力出众,而且对习近平是发自内心的尊崇。 当然,这样的特殊安排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陈破空说,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之后,这一职位将实权化,与之对应的,是习近平的国家主席职位实权化,这也是习近平很在乎国家主席任期不受限制的原因之一。 据称,修宪建议将于11日人大会议上通过。这意味着习近平在第二个五年任期之后将继续连任。 此外,删除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不得连任的有关规定。有西方媒体怀疑,这是为过去五年驻习近平反腐的王岐山而量身定做。 王岐山是习近平的政治盟友,中共十九大上落退后,一月底又罕见的当选湖南省人大代表。 外界普遍认为,王岐山将重返政坛,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 在3月5日上午中共人大会议会议结束时,王岐山与多名委员握手互动,即将信任国家军委副主席的范长龙,除了与王岐山握手之外,更罕见的向王行军礼。 范长龙向王岐山行军礼的照片,随后在多个媒体上出现。 范长龙当众向王岐山行军礼,透露出的信息量非常大。 中共高官在公开场合,特别是王岐山、范长龙这样的正副国籍高官,其当众的一言一行,往往都十分谨慎。 即使是关系密切的上下级官员,也比较忌讳在公开场合这样的互动,那么,以范长龙的职位和身份,与王岐山并无太多工作上的交集,显然并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向王岐山表示尊敬。 因此,他在人大会议上这样当众向王岐山行军礼,就显得不服常规,不同寻常和怪异。 范长龙的出格行为,恰恰证实了此前他正在接受调查的传闻。 此前在1月9日中共官方公布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参谋总长房峰辉落马几天之后,就传出刚刚卸任中共军委副主席的范长龙被调查的消息。 但在1月25日,中共官方对范长龙落马的传闻作出回应,为其必要。 早在2014年,媒体就传出范长龙因为涉嫌政变,接受调查的消息。 范长龙是徐才后的亲信,是徐才后一手提拔和推荐的军委副主席接班人,并未获得习近平的信任。 范长龙任职军委副主席五年期间,一直抵制习近平的军改,并涉嫌在印度边境制造危机等事件。 他与张阳和房峰辉,都是习近平在军中的心腹之患,拿下这些人,也是习近平在军队全面清除江泽民集团势力的需要。 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范长龙落马,并不意外。 从范长龙落马被外媒报书到中共官方正式必谣的过程来看,范长龙可能是正在接受中纪委的立案调查,但还没有到双规这一步,还有相对的一点自由度,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先例。 比如,2016年8月,港媒报道前中共总政治部主任李继奈,和前中共总后勤部部长调西龙被军纪委带走调查,但2017年1月26日,这两人却在北京新年团拜会上露链现身,软着陆迹象明显。 此前习近平拿下的军中最高官员是军委副主席,但都是退休离任的,范长龙作为在职的国家军委副主席,其落马的震动和影响将超过以往。 因此,习近平和江集团正在围绕如何处理范长龙展开博弈较量,范长龙案件结局未定。 那么,范长龙当众向王岐山行军礼,可以从中得到如下信息。 第一,范长龙此举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弄巧成桌,恰恰向外界透露出自己正在接受调查的传闻。 第二,显示出王岐山仍然具有反复打虎决策权,范长龙以公开方式向王岐山扶软求饶。 第三,范长龙用这种方式进一步向外界比谣,显示自己安然无恙。 另外一方面,并向计防阵营同货传递信息并示警,此举突现习近平与江泽民集团之间的激烈博弈程度。 未来范长龙的命运,将在被宣布落马和软着陆之间摇摆,最后结果,将以习近平与江泽民集团的政治博弈形势变化而定。 中共总理李克强5日在人大会议上说,中国面临矛盾叠加,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 有媒体分析,李克强留下一个有悬念的超级话题,中裁办主任刘鹤之前也曾提及这一话题。 中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3月5日在北京开幕。 中共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了过去五年工作。 他称,中国面临矛盾叠加,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国内外很多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没有遇到过的, 因此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维持在去年6.5%的水平。 总部在北京的多维网称,去年李克强也把这个宏观指标预设在这一数值, 但后面有一句话,叫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 今年后面这句话没了,那就意味着如经济学者所分析的这是一个悬念。 更大的悬念是一个超级话题, 是指其对今年以及未来中国发展有重要影响, 这个话题叫改革。今年是中共所谓改革40周年, 去年中共就预告要隆重纪念, 而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今年定为改革年。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表态绕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招, 同时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于碰影, 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 在李克强提交的近两万字的报告中, 有人总结说,报告中提到有60件大事要做, 其中17项是所谓的改革开放。 但这些内容基本还是中共的老话题, 诸如,深化改革,继续改革,坚持改革等等。 因此不少人失望,并找出中裁办主任刘鹤 此前在达沃斯世界论坛的改革预告。 1月份,刘鹤出席达沃斯世界论坛时说, 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所以这个日子要隆重地纪念。 最好的纪念方法则是推出新的, 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的举措。 报道说, 刘鹤的这一超级话题目前成为了超级悬念, 有人否认是因当局还没研究好, 而是一等两会结束后在中共新政治架构上 再进行研究, 而这悬念最终要等习近平来接踪。 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 曾提出将进行新一轮的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 两会前, 再有消息称, 习可能要借政府换届调整, 对中共党政机构大改革, 甚至可能大刀阔斧重组国务院部委。 2月28日闭幕的中共三中全会公报公布后, 呈现出习上台后的整体改革思路, 首先通过防腐进行党改, 同时大幅度的均改目前已接近完成。 接下来的是政改, 也就是政治框架改革。 消息称, 本次政改分为两部分, 中共机构改革和国家机构改革。 两会上只能看到涉及国家机构的内容, 中共的机构改革还有待时日。 但两会上出现机构改革的内容, 是否同网传版本一致还有待观察? 有分析认为, 中国大陆经济的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中共统治摇摇欲坠, 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必将触及到中共体制问题, 唯有抛弃中共, 进行政经双重改革, 才能把中国带上市场化自由发展轨道。 中共两会正在召开, 有关中共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修宪内容, 仍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有额媒分析认为, 习近平正在对中共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而修宪又助于改革的实施。 3月5日中共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举行, 会上正式公布修宪草案, 内容包括删除国家政府主席任期限制, 两会上修改国家主席任期方面的有关规定, 列在宪法修正案草案说明中的第九项, 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 在会议上说, 该修宪建议是习近平在去年9月, 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亲自推动, 并且源于中共与中国社会基层的一致呼吁。 草案称, 该修宪建议有利于维护习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等。 3月4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领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系教授 金德方女士的话分析, 中共修宪将有助于实施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 他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他不希望那些老虎, 苍蝇在他任期结束后死灰复燃。 但经济结构重组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他在回顾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时说, 比根总统在1980年至1982年期间进行了改革, 但当时许多人失业, 只能另谋生路, 挣更低的薪资。 中国问题要复杂得多, 中国人口更多, 福利水平更低, 而中共官员腐败引起社会的极大愤慨。 在过去五年,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惩罚了150万共产党官员, 但腐败问题仍未根除。 俄亲社援引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主编卢基亚诺夫的分析说, 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因为习近平相信自己的使命, 他认为自己需要更多时间去做更多事情。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分析说, 习近平联手王岐山五年反腐, 虽然拿下了以江泽民集团为主的几百名省部级高官, 但是, 反腐形势并不乐观。 江泽民埋下的腐败炸弹使得习近平的实际权力, 并未像表面那样稳固, 反腐仍在路上。 因此, 习近平急助修县延长其执政任期, 继续反腐, 解决江泽民集团的反抗和政变问题。 但也有政坛人士分析,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中共高层权斗将更激烈, 习近平面临的风险也将随之而来。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 习近平修宪, 意味着未来中共内部的矛盾将会激化。 而习长选以来, 已经破除了中共自邓小平以来的三大制度。 第一是集体领导制度, 第二是接任人制度, 第三是国家主席任期制。 他认为, 今后, 中共内部包括太子党的一些人, 可能会以维护体制为民反对习。 而这对习来说并不好办。 不像习反腐, 这些人很难有借口反对, 反对反腐就意味着帮腐败分子说话。 另一个是美国及世界各国对中共的压力, 这些也会被体制内的反习势力利用。 他分析说, 今后的脚梁将主要是习与中共体制内部之间的战争, 中共倒台, 解体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 中国已经处于巨变的前列。 不脱掉中共的这层皮, 习当局任何的改革措施, 哪怕是处罚点再好的政策, 都举步维艰, 不会成功。 在3月5日上午中共人大会议会议结束时, 王岐山与多名委员握手互动, 即将卸任国家军委副主席的范长龙, 除了与王岐山握手之外, 更罕见的向王行军礼。 范长龙向王岐山行军礼的照片, 随后在多个媒体上出现。 范长龙当众向王岐山行军礼, 透露出的信息量非常大。 中共高官在公开场合, 特别是王岐山、范长龙这样的正负国籍高官, 其帮众的一言一行, 往往都十分敬慎。 即使是关系密切的上下级官员, 也比较忌讳在公开场合这样的互动, 那么, 以范长龙的职位和身份, 与王岐山并无太多工作上的交集, 显然并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 向王岐山表示尊敬。 因此, 他在人大会议上这样当众向王岐山行军礼, 就显得不符常规, 不同寻常和怪异。 范长龙的 中共两会正在召开, 取消国家主席、 副主席任期制, 备受各界关注, 与此同时, 外界盛传将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 更是吸引镜头。 有专家认为, 参加两会的王岐山话语不多, 显然是大赢家。 他的实权地位可能仅次于习近平。 美国之音3月9日报道说, 中共人大, 正起两会正在北京召开。 这次两会因中共建议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 吸引了比过往更多的眼球。 不少中外媒体注意到, 出席人大会议的王岐山 与现任政治局七常委平起平坐, 被誉为第八常委或王者归来。 报道引述政论作家陈破空的观点认为, 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同时, 也废除了国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这对极可能出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来说, 犹如搭了顺风车, 渔翁得利。 陈破空说, 王岐山在两会上的作词显示, 他的地位介于政治局常委出格行为, 恰恰证实了此前他正在接受调查的传闻。 此前在1月9日中共官方公布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参谋总长房峰辉落马几天之后, 就传出刚刚卸任中共军委副主席的范长龙被调查的消息。 但在1月25日, 中共官方对范长龙落马的传闻作出回应, 为其必要。 早在2014年, 媒体就传出范长龙因为涉嫌政变, 接受调查的消息。 范长龙是徐才厚的亲信, 是徐才厚一手提拔和推荐的军委副主席接班人, 并未获得习近平的信任。 范长龙任职军委副主席五年期间, 一直抵制习近平的军改, 并涉嫌在印度边境制造危机等事件, 他与张扬和房峰辉, 都是习近平在军中的心腹之患, 拿下这些人, 也是习近平在军队全面清除江泽民集团势力的需要。 从这个角度上讲, 如果范长龙落马, 已经规划好的, 而且具有共识。 他说, 王岐山的确性格幽默能力不凡, 见过他的人, 都感觉他能力出众, 而且对习近平是发自内心的尊崇。 当然, 这样的特殊安排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陈破空说, 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之后, 这一职位将实权化, 与之对应的, 是习近平的国家主席职位实权化, 这也是习近平很在乎国家主席任期不受限制的原因之一。 据称, 修宪建议将于11日人大会议上通过。 这意味着习近平在第二个五年任期之后将继续连任。 此外, 删除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不得连任的有关规定。 有西方媒体怀疑, 这是为过去五年驻习近平反腐的王岐山而量身定做。 王岐山是习近平的政治盟友, 中共十九大上落退后, 一月底又罕见的当选湖南省人大代表。 外界普遍认为, 王岐山将重返政坛, 出任中共和政治局委员之间, 其实权地位可能仅次于习近平。 王岐山在这次两会上话语不多, 却面带微笑, 显然是权力斗争的大赢家。 3月4日的人大预备会议上, 王岐山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同时与六名政治局常委同座一排, 而王岐山的现身排序, 也是紧跟在六常委之后。 而5日人大会议开幕市场, 王岐山又紧随现任期常委之后一起入场。 王岐山的出现成为人大会议的焦点, 他的举手投足都会引来摄影记者的一片快门声。 外媒描述, 王岐山在两会上几乎不说话, 却是吸引镜头, 人人关注的人物, 而且称王岐山优灾优灾, 人们一度以为他退休了, 结果人家王者归来。 美国之音引述旅法学者,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说, 习近平修建王岐山获益, 说明两人将主导中国的政经发展。 而王岐山回归, 应该是早已